变种病毒全球示弱 要保护自己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 截至9月9日 香港已有约64人 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还未打的 要趁冬天病毒变得更活着前 尽快接种 其中几个群组要特别加快打针 首先是打工一族 他们工作会接触不同的人 流动性高 感染风险亦相对高 另外是10月9日 2至19岁的学生 越多同学打针 学校越有条件恢复全日面授课堂 最后是60岁以上长者 他们是最高危群组 不幸感染后出现重症 和死亡的风险很高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为免增加医护的压力 亦为香港可以早日走出疫境 不要再等 快点打针 希望9月底前 我们可达到七成人打针 这个阶段性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